大家好 欢迎来到秦伟平频道 现在收看的是中国危机大逃亡视频版的第四讲 2017 中国政府为何65万亿饮证止渴 我们会在这个秦伟平频道陆续把这本书的所有内容会上传 当然这个时间可能会长达两年 现在根据订阅的情况 我们会逐步给大家分享 如果需要购买这本电子书的同学们 朋友们还是可以继续通过邮件跟我们咨询 或者说是发paypal直接付款购买都可以 谢谢 以中朗诵的形式 现在 2017中国政府为何65万亿饮证止渴 北京召开两会 无论是东北三省六省五组的政府官员 还是江浙地区陷入迷茫的中小企业组 还有全国各地的退休老人 他们都在盼望着北京能传来好消息 虽然北京官方数据显示 2016年中国经济增长6.7% GDP畅下历史新高74.4万亿 但无论是各级政府还是普通老百姓 日子都不好过 当两会前夕媒体爆出来 2017年各级政府固定资产投资高达45万亿的时候 人们的心情异常复杂 有惊喜也有恐惧 中国国家发改委发言人李浦明 3月1日表示 2017年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将会达到65万亿 更是让公众默登口呆 人大会上 中国政府总理李克强宣布 今年经济增长目标为6.5% 中国经济增长下滑 是官方都不得不承认的现实 记者在去年 笔者在去年 向公众描绘出中国危机路线图 预言倒下的第一张多米诺骨牌将是债务危机 中国债务危机到底有多严重 2016年中国债务规模已经突破200万亿人民币 债务与GDP的比例高达279% 比2015年上升了21个百分点 根据摩根斯丹利经济学家陈埃亚测算 相当于去年新增了4.5万亿美元的债务 因为数据来源的不同 陈埃亚中国债务的数据和我略有不同 但相当接近 中国经济机型发展 近年来越来越依赖由政府强力主导的固定资产投资 全球投资者都在关注中国经济运行的巨大风险和不确定性 中国债务危机会不会在2017年爆发 会不会继而引爆金融危机 65万亿饮症止渴还是画饼冲击 普通公众对政府大规模刺激经济的印象 源自于2008年 当时美国发生次贷危机 中国陷入恐慌 担心引发大规模失业和经济下滑 于是强力推动4万亿刺激经济 数据报表的确漂亮了 中国社会也较好的维持的基本社会稳定 但是一轮又一轮的通货膨胀 让老百姓惊叹人民币飞速贬值 房地产市场的多轮暴涨 让大家失去理智 不光吞噬了公众辛苦多年创造的财富 还让公众背上了沉重的房贷债务 中国私人家庭的债务 占整个中国债务的比例约为20% 如果未来发生暴跌 房价暴跌的状况 断供将成为购房者最无奈的选择 进而会提升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 和经营风险 这种风险对于中国的金融机构 远不是最可怕的 他们的最大客户是各级政府和国有企业 中国债务危机的最大爆发点 在各级政府和国有企业身上 包括中国政府和各级地方政府 也包括央企和各地方国企 官方对这些负债数字讳莫如生 我测算他们的负债总额可能超过150万亿 是2016年GDP的两倍 在这里我插一句 这是写这本书的时候 是2017年出来的 现在的今年2018年底 这个数据债务数据都比2017年 会有更大的一个恶化的状况 谢谢 中国经济外表光鲜亮丽 实则千仓百孔 2016年固定资产投资高达60.65万亿 超过GDP的八成 虽然数据包括政府投资和民间及外资投资 但我们知道绝大多数投资都是由政府主导 政府官员喜欢投资刺激 容易出政绩 还有有水可捞 由政府主导的投资 边际效应最差 当前中国民意GDP增长一块钱 就需要接近六块钱的新债务 事实上很多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 去年连贷款的利息都付不起 借新钱还旧债利息 恶性循环 借款本金何时何年何月能够还上 还是从借款之日开始就从来没有想过还款 因为信息的不透明和不对称 中国公众对此一无所知 经济增长三套马车 出口熄火 消费乏力 唯有投资 我相信中国政府知道长期投资依赖症的危险的后果 只是左右为难 走一步 看一步 或许寄希望于外部市场好转 回暖之时 出口挑大粮 先挺过非常时机再说 饮症止渴 实属无奈 又或者说 65万亿不过是先打个强心计 给全国老百姓画个饼 不至于让举国对前途失去信心而崩溃 我在2009年曾写过一篇文章 通货膨胀下谁的眼泪在飞 当年4万亿人民币 让中国百姓深受其害 成绩否 逗你玩 算你狠 八戒二师兄的身价飙涨 如今因为技术的发展 特别是各种人工技术的滥用 老百姓对食品价格上涨的感受 可能不像房价上涨那样敏感 但目前这种吃饱穿暖是付出的 包括环境污染和透支身体健康在内的隐形代价 2016年 中国经济大幅下滑 政府本应该引导刺破泡沫 降低经济增长速率 与民休养生息 奈何中国政府的执政合法性 与经济增长密切相关 政府和老百姓之间有一个不成文的面包契约 一旦经济停滞 一系列危机将会提前引爆 可能出现政府无法掌控的局面 中国政府目前采取的策略是机会主义 有侥幸心理 当然也有出投资鸦片上瘾的因素 欲罢不能 如今 65万亿来袭 我仿佛已经看到中国老百姓欲苦无泪 哀鸿遍野的悲伤景象 2016年 我出版的文集《中国危机路线图》 其中预测了中国未来三五年的经济社会走势 首先是债务危机引爆 继而是金融危机 紧接着是经济危机 接下来可能会长达两年的经济萧条 之后会爆发社会危机和政治危机 无论如何 终结 最终都难免爆发中国难民危机 作为一个有良知的经济学者 我的预警引起了许多普通公众的正式 但中国政府根本视而不见 不当一回事 如果从去年开始 中国政府大规模降税和缩减政府支出 甚至裁员与纳税人共够时间 让老百姓对政府和经济社会前景 重新树立信心 暂时的经济下滑 但整个国家的凝聚率会提升 痛定失痛 有望东山再起 但这条路对执政者和各级官员 无异于断背自救 需要大幅度触动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 即使他们想到也很难做到 他们继续用反腐来威慑 控制官僚体系 用民族主义来操控普通老百姓 用天量的投资来输卖人心民心 这种俗法已经炉火全清 似乎不会出什么大问题 如果发展经济和管理一个国家 只需要靠投资这个万能法宝 也就太简单了 目前中国债务占GDP的底重 高达279% 如果不是高度集权的国家 债务危机和金融危机早已经爆发 我姑且相信中国经济的制定者 知道继续大规模刺激投资的风险 但现在的问题是 钱从哪里来 外资不会做这个冤大头 从外汇储备一路下跌 可以明显看出外资在加速的逃离中国 中国社会 民间资本虽然有几十万亿 但如今的经济形势和法律环境 投资人的权利得不到保障 吸引社会资本投资 基本上也是没戏 毫无疑问 这次65万亿将会是中国中央政府 和各级地方政府领先出演的独角戏 我认为资金来源不代表不外乎三个途径 其一 向外国政府和企业借款 这一点很难 首先中国向外的大傻币的历史悠久 外国借中国钱很少 真心朋友不多 更何况现在大家日子都不好过 最要命的是外债 需要用外汇真金白银去还款的 无空可赚 其二 增加税费收入 2016年中国政府税费收入 占GDP比重38% 总额约28万亿 但基本上每年花的金光 还会增加赤字预算 我提醒中国的富豪和中产阶层 政府如今缺钱了 你们是最有可能书写的群体 不意外的话 遗产税 房产税 这些税种 迟早会征收 只要人和资产在中国 就无处可逃 其三 开动印钞机 这是最有可能的选择 因为印钞放水 比新增税种遇到的阻力要小很多 2016年的广义货币供应量M2 余额高达155万亿 按照民间的预测 实际的M2可能已经突破200万亿 连续多年远超GDP的增速 原有国民政府金元券失败案例 尽有委内瑞拉和金巴布委前车之鉴 人民币对外贬值实属增值价值的回归 对内贬值会严重到何种程度 让我们拭目以待 唯一没有悬念的是人民币财富灰飞烟灭的恶果 需要14亿中国人一起来买单 这个世界唯一不变的就是变 我再一次提醒公众 一定要打起12分精神 保护好自己和家人的生命产产安全 该抗争的时候一定要抗争 为国家转型和社会进步贡献一份力量 这一篇是写在2017年3月12号 当时发表在纵览中国这本网络杂志上面 谢谢这一讲到这里结束 我们下一期再见